2022报了不少年轻演员 像是星汉灿烂红了吴磊和赵露丝 苍蓝爵红了王鹤蒂和于书欣 这些如今当红的人气演员 早期都曾拍过一些不知名的影视剧作品 大家知道吗 早年赵露丝曾和徐凯、肖战都演过CP呢 以下八组竟然合作过陆剧明星 迪丽热八曾为景田作配杨阳、李沁、杨幂、赵丽颖演过同部剧 竟然合作过陆剧明星一 赵露丝、徐凯蓝色生死恋演过CP 今年赵露丝凭借星汉灿烂 且是天下鸡生九五小花钱段班 赵露丝从以前到现在都搭档了很多人气男星 不过大家知道徐凯和赵露丝曾经合作过吗 两人还是小透明演员的时候 就一起主演了电影版的蓝色生死恋 这部片翻拍自经典韩剧 徐凯在片中是男二 和赵露丝虽然不是官配 但CP感很强 他们还共同出现在另一部录剧《凤求黄》 只是两人在剧里是毫无关系的两个角色 其实这部电影拍得很阳春 剧本没头没尾的 浪费了赵露丝和徐凯的高颜值 如今两人都是人气爆棚的演员 反而演男主角的娇锐销声匿迹了 希望赵露丝和徐凯有机会再合作一部剧 一定会报 竟然合作过陆剧明星期 于书欣参演过军师联盟 李晨却望光光了 于书欣是近两年窜起了九五后小花 演了好几部网剧女主角 直到今年终于凭《苍蓝爵》有了一部爆红代表作 早期于书欣其实也在一些陆剧里客串过小配角 像是2017年于书欣曾参演过古装大戏军师联盟 这部剧走正剧风格 评价相当好 也集合众多一线大咖 主角是吴秀波 刘涛 李晨 张芷熙 唐一新 张居宁 谈见次都演了要诀 而于书欣则客串了东汉大公主 戏份不是很多 有趣的是 电视剧拍完多年后 于书欣和李晨在节目中重逢 不过 李晨完全把于书欣忘光了 于书欣问李晨 李晨哥 你还记得我跟你演过戏吗 主划 声音 有志看 kontroll 对 对 疼 是